这是事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事件 它原来的事件有哪些 Unkey Done 还有什么呢 我们找一下那个Unclick吧 Unclick在View里面 OK这个地方没有 因为Unclick它是通过它的监听器来实现的 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protective 这样的一个方法出来 那我们就自己实现一个 比如说Unkey Done吧 随便选一个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去建立我们的这样一个监听器 比方说我到时候我是希望 比方我们之前的一个button是不是有set 什么Unclick这样的listener 我现在我也要去定义一个 我定义一个什么呢 我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set on 比方说我这样子 set on icon key down listener listener 定义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接口 对吧 要传入一个listener的这样一个接口 那我就去定义一下 定义一个什么样的接口呢 叫icon key on key down listener 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会有一个方法叫 onkeydown 就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这里传一个stream吧 叫key object 这个随便定义 这是你自己随便定义的 接口怎么可以有这个 好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接听器接口 然后我这里面要用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传入它的这样一个实例 ok 那么这个怎么样来用呢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方法是不是就我们后面到的时候要去用到的 对不对 我们要去用到的时候 我再给它多加一个勾造函数 后面会用到 那么我们要去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按照我们的那个observe 就是我们的观察者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们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是是不是在set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去重载它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吧 这个这个嘛 这个能明白吧 那么怎么样去重载呢 我来 告诉大家 这个就有一个观察者的这个提醒模式 这个到时候就是我们在客户端调用的时候 会给它传进来一个实例 对不对 这个实例我给它进行个复制 什么复制呢 我在这里去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我这个接口对象 on icon 这样一个接口对象 这是我自己的 把这个值付给它 等于我们这个on icon 这个就到时候客户端传进来的 这个 那么只要我们到时候传进来这个 是不是它就有对象 有实例了 它有实例了 问题在于是什么呢 它什么时候被调用 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么所以它有实例了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在我们真正事件出发的时候 去调用它 实际上去调用它的这个过程 调用它这里面的on key down 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 就是 我们 当时观察者模式 notify的那个时候 notify的那个时候 好 我们来给它做一个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时候它就不为难了 但我们这要判断一下 如果 不等于 那 则我们调用它里面的方法 叫什么呢 on key down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给它传进去 一个值 Hello Sunday吧 我们到时候在客户端可以去接收一下 好 这样就给它定义好了 好 那么这样子我们 它的显 这个空间的显示和这个都定义好了 下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用这个类了 怎么去用这个类呢 我就找刚才这个style这个吧 style activity 是假的style activity 好 好 我们给它叫一个 叫什么呢 3D icon button 等于 等于6一个 3D icon button 这个键出销掉 button 点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事件监听 set 我们找找我刚才定义的那个 on icon key down listener 对不对 好 我再去new一个 这个时候就是实力化的这个类嘛 你看 就我们这个类里头的内部接口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我们就 就能得到这个值了 我们给它打出来 第二 make style 我们把接收到这个值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 就是传过来的key event 对不对 什么get action 我们就这样通装的 我们这引用一下 好 我们这 set一下 set content view 把这个button底下传进去 好 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OK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button 但这个button它默认的这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购乱函数 可以把那个layout传进去 那我传 传一个它的那个什么warp content进去 但这个时候它默认的是什么呀 默认的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view parent 对不对 撑满了 这是我们画也画了 然后这个事件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实际实现的 我们这个事件是不是key down 对吧 我们随便点一个吧 是没锈啊 没锈啊 没有锈它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点一下 是不是就摔了 有意思吧 这个就是我们事件 listener的这个实现过程 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那你说OK 我们事件有两种方式 如果还要再 再去给它定义一种 比方说我们这复合空间 我们要去定义它的override 怎么办呢 是不是也很简单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定义一个protected 定义一个protected 比方说on 就像我们的 什么activity里面 那个uncreate一样 对不对 我们定义一个on icon click 或者叫keydown void 也可以给它传一个值吧 stream类型的 key value 这样的一个protected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 你在这个的时候 去调用它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顺便去调用它 这个方法 Hello 上帝 那我再去写一个类 我们当时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的 它只有在 做它这个子类的时候 对吧 sundi2 button 我们去继承谁啊 继承我们的这个 叫sundi icon button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有它了 那 这个时候 它什么时候会被调用呢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 还是一样的 uncreate被点了 不过被调用 就会去触犯它 所以这个就知道 我们视线是怎么玩的 特别是那个liz呢 那个监听器事件 是需要大家好好去了解一下的 对吧 是不是很有意思 好 现在我们这个 空间我已经定义好了 我怎么给它用上呢 怎么给它用上啊 我给它 是这个地方 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layout吧 随便找一个layout 下面我就要用上我这个空间了 怎么用呢 这里给大家说两种方式 先说最基本的 就是包名 sundi 不是 sundi 包名加lay名 因为我以前说过这个里头都是lay 对不对 我们完全可以在 所以最终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实现的是一个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lay sundi icon button 但是 由于这个地方 我们默认情况下 这些类都是系统的 android的 viget的包下面的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默认的话 它也会到那去查 所以我们就不能这样了 我们要指定它的这个包名 完整路径 standard view 加这个 那么后面 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属性了 看一下管管用 它是继承我们的button的 你只管用就是了 sundi 你只管用就是了 你看它不会报错 当然在这个地方 也不一定能显示出效果 但是在运行时 它就会显示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它这个编辑器的问题 这就是用法 好 但是还有一种时候 那么这种时候 有的时候 这个button 我如果 我只是内部用 我很有可能 我把它这个类 就直接写到我activity里面 作为一个内部类 这是不是也可以用了 而那种情况下 就不能这样子用了 而那种情况下 你就得写view 然后这定义它的class 等于我们刚刚这个 sundi del demo 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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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就得这样子来写了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 是一个view 到时候用我们的这个类 去替换这样一个view 这是当我们用到内部类的时候 特 而且还有一点差异 比方说 我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把刚才那个类 给它整一个出来 我做这个 就这个类 我给它整出来 给它整到这个activity里头 cannot be 定义 在 这个也要给它定义出来了 这个要 这个要定义 就全部都 全部都一起 给它定义了 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接口 不能在内部类的里面 再去定义接口 好 这个时候我要用它怎么办呢 比方说它是这个里面的内部类 这个里面的这个 sundi icon button这个类 在myzor这个里头 那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时候 写到类名是不是这样的 类 内部类 类里面的内部类 我们是加dollar符 再加上名字 类名 其实这个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大家还记得看log 我们来看一下log log里面是不是有大量的这种东西 好 在日智里头 当你抛异常的时候 最能看到 看到没有 有大量的这种东西 看到没有 这个dollar符就表示 是后面的这个wm thread 是它这里面的一个内部线程 内部类 或者内部接口 大家可以 常常看到这种dollar符 所以这个 我们打log的时候 你看又看到一个dollar符 这个layout parents 就是这个linal layout 里面的一个内部类 对不对 所以 以后看到这个dollar 就知道怎么写了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 就会这样来写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 自定义组件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下来再去练一下 主要是掌握一下用法 理解就行了 我觉得这块 这个时候要求大家理解 我们后面还会有项目 还有我们下个阶段 都还会再去练 做商业项目的时候 还会再去练 那么我把这个做了一个总结 如果只是我们这个自定义组件 只是本项目用 可以用内部类 如果打算商业发布 你就需要建一个单独的内文件 那如果你这个空间 你打算拿去卖钱 商业发布 你想象一下 是不是你这个文件里面的那个呈现 你就不要用xml的那个layout文件了 因为你在发布的时候就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比方你写个复合空间 我们写一个自定义的复合空间的时候 我很喜欢用xml先给它布局好 这样子弄过来是不是很方便 但如果你要发布就不行了 你要发布的话 那些布局啊 这些显示啊 你全部都要动态编码来生成 因为你发布的时候 最终你要给别人的是个类文件 或者是一个 或者说是一个class 是一个包 最简单的就是 你要给别人提供的是一个 是一个包文件对不对 这个包文件 你要保证它的这个大小的话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 就是普通的架包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架包 而普通的架包 你在里面放一个xml 它是不认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 它只有在我们Android下面支持的这个 它才是认的 但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 尽量是这样子 但如果你这个只是用在自己项目里面 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好 这个是在使用组件的一个方式 我给大家总 我把它copy出来了 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就行了 这是如果你这个自定义空间是内部类 就用view加class属性 然后再跟上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类名 再加dola符 再加它的内部类名 如果它不是一个内部类 是一个单独的类文件 你就直接这样用就行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定义空间 重点 今天就讲了一下 实践的这个实现 不是很复杂 像我们从一个untouch 去自定实现一个 我们unclick 还有unclick 不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OK 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那我们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而且这后面可能有些内容 讲的不是很透彻 那么大家下来可以去讨论 因为说句实话 我们UI的内容太多了 真的我可以一个个跟大家细讲 每一个都去抠一下它的原理 我估计可以讲到11月底 可以讲到11月底 再讲一个月也没有问题 所以更多的是 大家先去练 先去用 那原理有东西 大家学会我的某些举例的 这些思维自己去研究 有什么我们再去讨论 这个内容我们都讲了两个礼拜了 好 那么这块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回过头来回顾一下 我们看看UI要求大家掌握的一些内容 从中逻达到12月底下注